欢迎收看王帝讲电影,我是解释王帝 今天王帝给大家讲一部 讲述一对青梅竹马在二战时期发生的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练练笔记本 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说电影吧 一个浸润着鲜红与纯白的爱情故事 写在一本洒满昏黄的笔记本上 一位老先生一遍一遍地讲述 老太太总是静静地听着 在一家疗养院中 这样不变的场景每天都会上演 笔记本上秀美的字迹 记载着发生在那个夏天的爱情 爱丽是富有人家的千金 她随家人来到小镇避暑 在一个充满梦幻的游乐场中 诺亚和她的朋友分恩来这里参加狂欢节 爱丽也来到了这里 她身穿红色连衣裙 成功吸引了诺亚的目光 诺亚对爱丽一见钟情 她在摩天轮上挂着身子追讨爱丽 希望她能跟自己约会 结果没想到爱丽趁机扒下了诺亚的裤子 这件事让诺亚非常难堪 但她并没有因此放弃 反而进攻的更加猛烈 她整天缠着爱丽不放 爱丽走到哪 诺亚就跟到哪 两人走累了 诺亚就邀请爱丽在马路中间躺会儿 很快诺亚的大胆和特别 让爱丽开始沦陷 她疯狂地爱上了诺亚 两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 形影不离 诺亚没有钱 但爱丽跟她在一起 却活得很快乐 爱丽在她那儿学会了自由 得到了欢笑 她们一起在海边玩耍 还参加了在诺亚家举办的派对 除此之外 她们也会像其他情侣一样吵架 但下一秒马上又会和好 然而身份地位不同的两个人相爱 注定是不会一帆风顺的 爱丽的父亲 很快就发现她交了男朋友 于是让爱丽把诺亚带到了她家 想要替自己的女儿把把关 在得知诺亚每小时40美分的收入时 爱丽的父亲沉默了 很显然 爱丽的父亲并不赞同他们交往 母亲打算把爱丽送去国外上学 听了爱丽母亲的话 诺亚也沉默了 晚上 诺亚带着爱丽来到一栋老旧的房子里 她告诉爱丽 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买下这栋房子 爱丽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她打算放弃学业 与诺亚在这里度过自己的余生 可爱丽的母亲却认为 诺亚配不上自己的女儿 为此她还和爱丽大吵一架 爱丽也大发雷霆 她把母亲对自己的不解 全都发泄在了诺亚身上 诺亚则伤心地开车离开了 第二天 爱丽一觉醒来 发现母亲早已收拾好行囊 准备提前离开 爱丽想要反抗 但母亲心意已决 于是爱丽打算去房屋场 与诺亚做最后的告别 可她来时 诺亚刚好不在 等诺亚回来的时候 爱丽已经走了 就这样 相爱的两个人 被分开在了夏天结束的那一刻 就像老先生说的那样 他们的爱情 就像划过天堂的流星 拥有壮观的一刻 虽然只是一闪而过 却拥有短暂的永恒 没能和爱丽说一声再见 诺亚感到非常的绝望 之后的日子里 诺亚每天都会给爱丽写信 但每封信 都被爱丽的母亲 偷偷藏了起来 所有的信 都像石沉大海一般 没有半点回应 转眼间 一年过去了 诺亚依然没有收到任何回信 他开始试着放弃 后来 随着二战的爆发 诺亚和芬恩全都报名参军 战争是惨酷的 芬恩不幸在战争中身亡 镜头一转 爱丽毕业后 志愿做了一名战地护士 在一个个因战争而负伤的战士中 爱丽认识了蒙德 可笑的是 蒙德全身受了重伤 被绷带包裹 而她的心思 却在想着怎么追求爱丽 不久后 蒙德康复出院 没有绷带缠绕的她 风度偏偏 两人很快便陷入了热恋 蒙德不但长得帅 而且她家和爱丽家一样富有 因此爱丽的父母也很高兴 最重要的是 蒙德那不要脸的性格 让她想起了诺亚 随着时间的推移 爱丽与诺亚已经分手了七年之久 这天诺亚身穿军装 头戴墨镜从远方归来 善良的父亲 为她买下她一直梦想的房子 不幸的是 父亲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 而继承那栋房子的 只有诺亚一人 在去申请装修房子的公车上 诺亚终于见到了自己 朝思暮想的爱丽 她疯狂地追了上去 结果见到爱丽此时 正在和蒙德各种亲热 黯然和失望涌上她的心头 诺亚开始变得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脑子里唯一的念头 就是修好房子 心里想着 只要修好房子 爱丽就会回来 终于诺亚如愿以偿 房屋顺利完工 白色的屋子 蓝色的百叶窗 这些都是爱丽最喜欢的 诺亚拒绝所有上前买房的人 不管是出高价还是低价 她总能找到拒绝的理由 而爱丽与蒙德的感情发展迅速 很快蒙德便向爱丽求了婚 在爱丽试婚纱的那天 很多人前来祝贺 笑容最灿烂的是她的母亲 不晓得是 爱丽看见了报纸上的诺亚 以及她身后的白房子 爱丽想起了她与诺亚之间的陈年往事 当即放下了手头的琐事 重新来到了诺亚身边 此时的诺亚已经长成 满脸落腮糊的大男人 两人一起吃饭安静地聊天 像是久违的朋友一般 故事讲到这里回到了现实 老先生缓缓地讲着故事 老太太听得意犹未尽 他对老先生的故事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天下午 老先生的家人们来探望他 他们劝说老先生回家休息 老先生拒绝了 原来老先生和老太太是一对夫妻 老先生执意要住在这里 是因为这里住着他心爱的人 这里就是他的家 老先生继续讲述着他的故事 诺亚带着艾莉来到了天鹅湖 两人像是老友一般 彼此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这时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 艾莉质问诺亚 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 我并没有忘记你 我等了你七年 而诺亚回到 我给你写了365封信 每天一封写了一年 过去没有结束 现在依然没有结束 诺亚两人内心深处炙热的爱火 一触即发 他们再次为彼此陶醉 这天诺亚家中来了访客 艾莉打开房门 来者是自己的母亲 母亲并没有强迫艾莉离开 而是把藏了多年的信件 还给了艾莉 母亲也有自己的苦衷 但这次 她愿意将抉择的机会 交给女儿 艾莉很想留下来 与诺亚回到从前 可她又不能丢下蒙德不管 最终艾莉还是选择了离开 她找到了自己的未婚夫 并向她坦白一切 善良的未婚夫选择放手 当艾莉拎着行李 出现在那栋白色的房子前 诺亚和她紧紧的拥抱 此次以后 诺亚和艾莉 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听到这里 老太太恍然大悟 原来故事里的诺亚和艾莉 就是现在的老先生和老太太 老太太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是老先生的故事 让她想起了一切 两人依偎在一起跳舞 尽管他们都已经年轻不在 美丽不在 帅气不在 没过多久 老太太就再次忘记了一切 当她愤怒地把她推开时 诺亚的眼角流出了酸涩的泪水 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 诺亚偷偷潜入艾莉的房间 握着她的手 听着再次想起一切的她 喊着诺亚的名字 然后他们道一句晚安 相约来世再见 当疗养院的工作人员 来查房的时候 两位相爱的老人 已经相依而去 电视到这里就结束了 恋恋笔记本 是一部在2004年上映的爱情片 看完之后 王帝的心情久久无法平息 他向观众讲述了一则简约 而不简单的爱情故事 最让人感动的 不是他们年轻时 轰轰烈烈的爱情举动 而是当他们白发苍苍 步履蹒跚 那份爱意依然浓稠 依然甜蜜 人生最短暂 爱却可以永恒 每个人都会经历恋爱 但彼此坚定 至此不渝的爱情 未必谁都会有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王帝的解说 就点关注吧 王帝讲电影 有你更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